喜欢看今夜游戏 我们节目挺好 跟嘉宾聊天 说一说家里的事啊 说说工作的事啊 更多的来的是咱们演艺圈的同行 对对对 说说舞台演出 说说影视剧 唱歌的 来了很多人 我问小月一个问题啊 你说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类型的嘉宾 演戏的 唱歌的都喜欢 都喜欢是吧 拿演戏来说 你喜欢古装戏还是现代戏 古装戏 好 为什么呢 因为漂亮 您呢 是吧 你这孩子我得批评你啊 怎么了 我们要从学术的角度出发 我没有问你什么漂亮不漂亮啊 当然你要问我 我也是喜欢古装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表演的角度出发 女演员漂亮 这不一样吗 漂亮不漂亮 不能决定这个戏 故事也得好 导演也得好 整个剧 方方面面吧 就要求得很严谨的啊 这个我想问一下 你喜欢看武侠片吗 嗯 你瞧你那个作词的样 为什么喜欢看武侠片呢 漂亮 好吧 我们换一个话题好吗 特别是女主角 女主角就漂亮吧 那你以为呢 你喜欢男的吗 都行到是啊 但是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啊 我们尽量说的大方一点啊 高雅一些 你最喜爱的女侠是谁 刘亦菲那样的 您呢 你都说了我还说什么 你也喜欢 我是从这个观众的角度来出发 因为我不怎么看电视 很忙一天到晚的 有时也看过 反正刘亦菲的啊 杨幂的 反正 也都看 也都因为台下跟他们都不熟 都没有见过他们啊 我只是从那个电视上看过他们啊 应该见过吧 我倒是跟于谦老师很熟 比如这两个演员 其实刚才一说 大家现场这些都 都喊 说明他们都喜欢他们 你看看你看 还有谁 有人喊 我们的键盘也非常喜欢杨幂 杨幂也曾经做客 今夜有戏 聊得非常的开心 杨幂啊 刘亦菲 大家都喜欢 据说有一位男演员 跟这两位呢 都合作过 现场录制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保持秩序啊 刚才我一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有人喊 弄死他啊 你们这样做是对的 不是 他倒不是说别的 你好歹跟这孩儿 也待这么长时间了 我怎么就 没跟你俩合作过 这天有决人之路吗 是不是 弄死他 好吧 好吧 中文字幕——YK